大家好,我是五仔 今天找到樂壇的活歷史 熊飛龍先生和大家聊一聊 大家好,我是飛龍 別的你就不承認 今次我說樂壇的活歷史你就承認了 活歷史嗎? 是啊,活歷史 OK的 突然間這麼謙虛 看看對誰 很多比我近長輩那些我不夠歷史 當然是 好,今次說到梁家輝重提梅艷芳 哭到哭崩,淚崩 吶煙雪,所有人都愛你 這件事可以說是宣傳梅艷芳那套電影 梁家輝哭到這樣,我都不知道原來他和妹姐有合作過 你清楚嗎? 我只知道他合作過《英雄半飾三》 《夕陽之歌》 原來有一套《何日君再來》也有份 訪問他,說是妹姐的前朋友 顧友 他說不斷說到哭和不斷打自己的胸口 看見他對梅艷芳的死亡 到現在都是很大的影響 會不會有一點點氣來的? 梁家輝 嘩,哭到拳頭不斷打自己的胸口 已經是十八年了 有時有些事,你可以說半針半假都有機會 不要說梁家輝,我對Muja和張國榮 我只不過是螢幕見過他 我看他的電影有幾幕,我都會流眼淚 是嗎? 我也想看 我真的會流眼淚 其實我小時候,我有聽《中海榮》 但我未去到超迷那個 但我看他們的片段,我都會感觸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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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很想看你的片段 但你說之前的片段都藏起來了嗎? 他自己官方藏起來了 但在其他的頻道是找得到的 是的 也是要支持這套港產電影 我有個朋友上網看過 都是訂票的 他看到,他說 拍得住《Marvels》 梅姐這套電影 就好像每三個字一班 當然 你想想,八老湖老闆投資 我叫八老湖全力去拘捕這套電影 我走過戲院 他五部電視機,三部都是梅艷鋒的電影 說實話 這次這套電影雖然不是合拍片 而是港產電影 但跟中港台三地同步上映 是很難得 你知道現在香港進口片很難同步上映 就算《Marvels》是神奇小子 也是比香港更遲 在大陸上映 他很厲害 很有這個人脈 沒辦法 老闆很厲害 他以前是投資《我虎藏龍》 《英雄》電影 韓展也是投資 是 說一下梁家輝早前接受訪問 他說 表示最感觸的是梅艷芳的一生 是梅艷芳的名字 他還約定大家一定一起入場看梅艷芳 說到梅艷芳三個字 他難忍淚水 抬頭嘆氣 不斷拍打心口 之後記者問梅家輝 想跟梅艷芳說什麼 他調整心情 就說 阿妹所有人都很疼你 所有人都很愛你 要不要不斷打自己心口 他什麼事 這麼激動 一個演員 我的意思就是 梅艷芳是一個很好的演員 一個好的演員 其實最擅長的就是 控制自己的情緒 對 肯定是 為什麼做到這麼浮誇 你不斷中自己的心口 但不是 有些人反過來說 因為他隨時有可能 要調整情緒出來 所以要打過幾槌 打陷自己的 因為你有時 你知道有時演戲 不是一剔可以收貨 例如你要哭三四次 那些情緒要比常人 是特別容易發出來的 有人反過來說 其實演員去到某些情況 EQ力是最低的 是的 是的 那你覺得梁家輝這個感情是真的? 其實每個人對事情的看法不同 對 每個人的心錢都不同 每個人的心錢都不同 雖然他說不是合作 一定是很多 但是他有感觸 也有他的角度去看這件事 糟了 很多人 好像我的看法 有這樣的留言 影帝就是影帝 有人說 演戲而已 有人說 貓哭老鼠 假慈悲 又在演技 還有很多like 我想說 梅艷芳剛剛那星期六 有一個特輯 他找了曾華善 我不知道曾華善 原來跟梅艷芳這麼熟 後來講下去 也算是挺熟 曾華善有幾幕 也說得有一點感觸 說一個故人 是不奇怪的 梅姐是一個這麼好的人 但是你說 都這麼多年 是 這麼多年 突然多了很多好朋友出來 這麼巧 又真的 電影上 這些位置 又是要讓他們 曬一下真性情 是啊 因為其實很多 我不知道 這麼多是好朋友 我經常以為是 之前那幾個 我經常說 原來後面還有很多好朋友 哈哈 哈哈哈哈 梁家輝 可能有些人 不是 梁家輝反而 他也是 其實跟阿倫 搭同一個台版 那時落大雨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但是好像阿倫 當時就乃大爺 就是譚詠麟 梁家輝好像 那些人都沒有那麼 對他沒有那麼反感 不知道 梁家輝近來 真的老了很多 梁家輝 對他沒有那麼反感 他平時 韓戰也是演的 一個警察 又或者 跟個人的名譽有關 他出名是 對他老婆很詳情 他有很多優點 其實很好 梁家輝 當年 你想想 大家都知道 他做影帝 拿完影帝 還要在街邊 買皮帶 做小販 他是能屈能身 演技也是好的 有時候 沒有說你什麼 你以前古時打仗 曹操在魏國 都是很仰慕 景仰關雲祥的 大家明明是敵人 但是一樣 一代英雄好漢 應該是這樣的 這個世界是這樣的 但有些就 不懂得說 剛才你說譚麟龍 一些人對他的反應大一點 其實這些情況 就等於 之前的陳奕迅事件 是 其實容祖儀也有發生差不多的事情 容祖儀 是的 就是Adidas事件 但是 大家對陳奕迅的反應 是很大很多 為什麼呢 是否因為陳奕迅不是簽英王 不是 因為你對他越愛 然後你發覺原來他是這樣的 你的反差很大 其實很多人來談 他當他是idol 不是 但是劉多華沒事 我們剛剛才討論過 所以很難說 所以很難說 不是一定的 劉德華 有可能他的歌迷比較理性 劉德華 我和OK仔的研究就是 走得比較早 走得比較前 就是返大陸 和滲入 我是中國人的 這個 icon 滲入得 是相當之洗腦的 他寫書法 他念詩 三百孤零零 那些全部都是很中國的 等於你不會再說是阿姐 阿姐唱《我是中國人》 對 不是 做一個勇敢中國人 《我是中國人》 來唱 很難說 說到梅艷芳的電影 《飛龍哥》好像有些事情爆發 其實不是什麼爆發 我看到有一段新聞 其實每個人都是 梅艷芳的電影都是很正面 即使到陶傑也站不住口 但有人在說劇情失實 怎樣失實 就是一個張國榮的歌迷 張國榮的歌迷 我上次都說過 他扮劉俊謙扮哥哥 有一套胭脂扣 連滴水也不剃 你想怎樣 但看到他在棺材那一幕 他的髮型又跟回張國榮 那裡好像做得不錯 因為除了看了滴水之外 連髮尾也被電斷了 即是很像張國榮 整個髮型 後面枕 可以以假亂真 但究竟有什麼位置 令你覺得有些錯的劇情 最主要是這個歌迷 在網上打了一千字迷 在Facebook 質疑梅姐和哥哥的交情 很多事情不是真實 首先器中提及 1982年 Muy姐和哥哥得到新人獎後 在同台登台 但在現實中 他看過Muy姐的訪問 說過這件事 他跟哥哥合作了四年 1982年的時候 大家已經互相認識了 而歌迷還說 那次Muy姐 有一次跟哥哥去大晚上登台 有人在夜店搞事 是哥哥走出來 是跟經理去拆掉那件事 即是說 你再搞不定 我們以後不過來表演 那些 那件事 很多時候 是哥哥去幫Muy姐出頭 但電影裏面 就是 那段時間 哥哥還好像屈屈不歡 在夜店裏面 即是大家表演 他覺得這個是有些失實 其次 原來是跟燕之叩的劇情有關 即是在戲中中 梅艷芳那樣 是 戲中裡面 就說是 梅艷芳 出面 所以哥哥的戲份才會更多 是嗎 是 但真實來說 其實是 燕之叩的原作者 原作者 他本身是很欣賞 哥哥的演出 李璧華 是的 李璧華是原作者 是的 李璧華說 很欣賞 所以哥哥才會更多 即是強行 說Muy姐幫哥哥 是的 很多事情都是 整部電影 很多事情就是 哥哥 低落 很多時候都是Muy姐去幫他 但真實的事情 其實有可能是相反 甚至是沒有這樣發生過 哦 明白的 因為哥哥有這樣的結局 人們會覺得哥哥是一個內弱的人 會不會這樣的標籤 其實 你知道很多時候拍戲有幾樣東西 有些叫戲劇邏輯 他覺得要塑造他這樣的性格 才好看 哦 其實哥哥一點都不是 他是一個大哥哥 他是照顧人那個 你知道 其實很明顯 裡面的戲 他演 Muy姐的角色是一個有巴套戲的人 是的 所以很多時候 所有這些情況 都是他出來去搞定 這樣就不行了 因為這樣好像誣衊了張國榮 張國榮是後半 不知道他拍了什麼 說到什麼二度空間的時候 他本身是有情緒病 之後才這樣 是的 如果真的 經常要 聽回來 聽回來 經常要半夜找人商量 死死女兒不肯收線 要找人陪那個 反而那個叫陳百強 哈哈 你有聽過嗎 沒有聽過 不過不奇怪 說他是一個感性的人 我知道他是挺感性的 對 你看他偏偏喜歡你 你看他的歌 他自己作的 真的很感動 很感性 張國榮本身是一個 誰都說過 古天樂都說過 他是一個大哥哥 不是叫哥哥 他是趙人那個 他跟你死過 你以為他是姐姐嗎 他是哥哥 他不是姐姐 所以我明白 張國榮的歌迷 一定會在這些位置 他覺得是 有沒有搞錯 哈哈 但有時 我又想問一下 你看過 你自己也有演過 很多時候的電影 是否真的要 尤其是 所謂的真人傳記 是否真的要100% 完全真實才好看 我希望是 希望是 我自己希望是 但沒有可能 因為 剛才說是戲劇羅羅輯 那時也有人說過 例如你真實 你一定有父母在 如果那一剎人 其中一個 在戲裏 做一個 教導主角 如何走路 他通常只是安排 父母 甚至是老司 有老司 沒有父母的角色 現實 你不會 這些角色 沒有了 但有時 他們的戲劇羅輯 就是 那一剎人 有相同的東西 我重量 會減掉 我覺得這一剎人 他不想 妹姐 有些性格 和哥哥 所以他改了一點 其實 我覺得 如果比較了解 那些可以做 一人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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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你互相扶持 對吧 但是 演戲就是這樣 我想到很多個例子 有一套未出門 譬如說姜濤 現在有一套自傳 是 聽說是 無信軍辦 那一套 有一套 有一套 各部性相似 那看型 已經不相似 對吧 然後那些粉絲 說 搞錯 阿花姐漂亮那麼多 阿摩姐那些 這麼瘦 對吧 都不得圓潤 這樣 又可以說 另外 有些我又想起 好像葉文 葉文是Marvels 葉文是Marvels 葉man 很厲害 他打了二百個 由中國的日本侵懷 葉文搞定 葉文好像 比Iman 做的 不知道 他是Marvel打 Marvel未開始 他已經來 那葉文本身 有沒有這麼厲害 我只知道真人沒那麼高大 搞錯 葉文是誰 恩子丹矮的 應該說葉文是真人比較瘦 瘦 瘦一點 沒那麼大隻 這是真的 但也不會那麼好打 不會好打到一個打十個日本人 不是 但有一幕說他在酒樓怎樣拿著槍 那個聽說葉準說過是有這樣的事 但一個打十個日本人 我要打十個 但他們也說過 因為這些本身 他們沒有什麼影像 留下過 人物可以跟原本的相差那麼遠 沒有什麼問題 但你現在來梅艷芳 或者不要說梅艷芳 之前李小龍 你哪個演的人都說不滿意 然後就說阿波結 都可以 因為你沒有見過 最後出波 這樣完整的事情都可以 李小龍 李小龍 怎麼可以 人家這麼快 快狠准勁 梅姐 就 可能像你說的 有些粉絲會覺得劇本這樣膚淺了 始終他是哥哥迷 他了解哥哥的事情 還有聽到導演說 原本電影是四個小時 現在剪了兩個多小時 已經剪得很厲害 還有一件事 有人問過導演 請問你減少了什麼場面 全部場口沒有減少過 只是縮短了 是嗎 脆快了 所以如果這樣 我很清楚 你每一個人的角色很鮮明 一開始就一直都是這樣 所以如果這樣寫劇本就比較難 哦 因為人其實也會有起承轉合 不是一條線就是這樣 對不對 伍仔之前你認識我 伍仔以前我做幕前的 很喜歡出鏡 為何現在變成DJ 人是會變的 我覺得梅遠芳的角色可以是這樣 周邊的角色 周邊的角色很難 因為他去得很快 但是張國榮 張國榮和妹姐 其實真是不相伯仲 金銅玉女 你很難 梅遠芳轉真的慘 下次要做張國榮 做到張國榮 我想他其實這樣拍了之後 下次應該沒有張國榮轉 沒有的 那場出殯也拍了出來 那場很難拍 其實這場已經是整套戲 梅遠芳一套很重要的場口 而張國榮轉一定是很重要的 那就是要等王家區 或者等譚詠麟 譚詠麟拍過 譚詠麟轉 溫拿 有的嗎 有的 陳家樂他們都想去拍 但全部都不像 那就是要拍成龍 因為那次拍 溫拿過三個更英俊 那就是 那就是要等成龍 成龍 防祖明出來拍 防祖明不行 他是劣質藝人 哈哈哈哈 這些就真的 唉 大家就當一個懷緬 當懷緬了香港 當然一定有些人 喜歡100%圓著 但說真的 偉小寶 這麼多套偉小寶 都有些是不同的 我想說 我看了這麼多次偉小寶的結局 前次都不一樣 全都不一樣 對 有個白紙黑字寫得明白的 都可以不同的時候 那你這一套 梅艷芳 其實 說真的 導演就說導演 你又瞭解他有多深 就算我相信 我相信 媽媽的神奇小寶 都不會是100% 是 一定是 一定是有些 戲劇的邏輯 戲劇的張力 在裡面 鋪排 人哪有這麼多起承轉合 一個真人來說 對不對 但有些人 就更加 像張國榮 因為他是一個傳奇人物 他的事 他可能在一個故事裡面 根本上沒有辦法完全交代得到 這個我覺得就是這樣 所以就 如果大家抱著一個心態 要看100% 張國榮的 這樣就難一點 梅姐反而 是簡單一點 我想梅姐 他們會嚴謹一點 因為他是帶動整個劇情 所以周邊那些人 全部都是會 因應要走這樣的劇情之下 而是有適當的調整 那些人說 楊千華的角色 好像陳淑芬 完全不像 這些人說好像做楊千華 我聽說 楊千華是這樣的 哪裏有戲 這樣說 梅姐比較容易做的性格 哥哥呢 如果說九型人格 梅姐是八號人 霸氣的 大哥 哥哥那些是四號人 林代玉 雙春悲秋 正所謂 他這些人 一天裡面 一天的情緒 都有春夏秋冬 你是很難去觸摸 去完全怎樣寫到這個人出來的 張國榮 可能這樣 很奇怪的 我記得他臨死之前 一兩年 他拍了一套戒煙的 叫人戒煙的短片 他做導演 我記得 他死前是吸煙的 他人是很 整天的情緒 很飄忽 很反覆 那些人都說 他跳樓之前那一天 其實都沒事 對 所以我們都很難去觸摸他 那就當作氣體 當作懷面 真正的張國榮 我們就在霸王別姬 那些煙之叩道找回他 是的 在歌聲裡面 看他的訪問 我最喜歡看的 他跟詹叔那些《今夜不設防》 那些相當好看 今天時間 麻煩你熊飛龍 這個娛樂圈的活歷史 我們可以繼續說下去 可以 我們遲些再見 拜拜